过去七彩虹这个品牌无论是显卡还是笔记本电脑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加上堆料 便宜好使还不贵 卢肉大玩又实惠 基本也是主攻游戏市场 更是被大多数玩家所熟知 那像这样充满电竞游戏直男风格的品牌 尝试做出全能型笔记本到底好不好用呢 又能否做出来自己的味道 这回我们就抱来两台推出不久的14英寸全能本 瞧瞧它们有什么本事吧 如果你也对七彩虹所涉猎的新品感兴趣 不妨为我们的节目长一见三连 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现在放置在我身边的辨识原N14 那基础配置上都用上了RTX4070的独立显卡 主要区别是在于一台采用了i7-13620H的处理器 而另一台则采用到了i9-13900H 搭配到的板载内存容量与规格也有所不同 全能本这个品类虽然也搭载了不错的CPU与GPU核心 但相比普通游戏本来说 就是要做出质感的同时 也要控制整体的体积与重量 在这方面 这两台原N14的确是做的有一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原本七彩虹笔记本上厚重的塑料外壳 这次全部换成了全金属的机身 加边缘的CNC切割工艺 整体机身的刚性也是不错的 以前那些略显浮夸张扬的机身线条 这次也变成了中性简约的造型 A面中间也只有一个colorful的硬刻图标 整体是采用到墨运兰的色调沉稳内敛 拿出去办公开会不会显得特别违和了 整体机身厚度也控制在了两部手机的厚度以内 裸机重量在1.53公斤 加上原装适配机之后是来到了1.96公斤 中规中矩的表现 但是仍有一定的便携性 翻开笔记本 在屏幕配置方面 这里用到的是一块14英寸的16比10的2K 165Hz的屏幕 乍一看有点像是游戏本的规格 但这块屏幕在色彩与亮度方面都没有让我们感到失望 色域覆盖实测是可以达到100%的SRGB和99%的DCI-P3成绩 色准方面最大的LTAE分别是2.55和2.95 平均值也是只有1.24和1.64 日常用来办公游戏以及娱乐都是洒洒水 而在SDR全局最大亮度上 这两台笔记本也可以达到500尼特性能门槛 美中不足的是屏幕四周的边框 要是更窄更无感一些肯定就会更好了 顶部也是自带了一颗720P的摄像头 也支持防窥的功能 在键盘的整体使用感受上 虽然键程是不及自家的一个游戏本产品 但为了整机的厚度做出一定的牺牲 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电源键是不支持指纹 识别有一些可惜了 最后触控板的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 按压起来很清脆 甚至会觉得有点解压 在拓展接口方面 虽然机身上还是有传统的DC圆孔充电口 但在左侧的Type-C接口 也是支持到最高100W的PD供电 也算是有点全能本的样子了 此外还有两个分别支持USB3.2 Gen1与 Gen2的A口 而像是HDMI 2.1与3.5毫米的音频接口也是必备 整体看下来2A1C也算是比较常见的配置 在例行拆机环节之前 我们要先来说一说这两台全能本的内部核心问题 对比上代的i7-13620H与i9-1390H这两颗CPU 主要的差别是在于内部异核数量以及频率上面 这方面的差异在CPU的一系列实际测试当中 也可以得到体现 虽然这颗CPU的整体功耗差异不大 峰值都是可以跑到接近80W 持续功耗输出也可以稳定在65W 但是i9版本的单核以及多核跑分 总是会领先i7一部分 而在CPU方面首先这两台全能本都是支持双显三模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在独显直连混合输出 以及仅用极显输出三种模式下来自由切换 但这两颗RTX4070预售功耗都被限制在了75W 那对比CPU核心120W的甜点功耗 甚至是满血的140W来说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在3DMark的实际跑分当中 通过对比也能够看到这两台全能本上的4070 要比满血性能版弱15%左右 基本上是与游戏本上的4060保持了一个水平 这也是为了全能本更低的功耗 更小的体积所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我们实际去拆开后盖 看一看他们两个的内部用料 散热这部分是采用双风扇双热管的规格 实际30分钟双烤当中 适望25摄氏度环境下 两台全能本也是顶着整集100W的功耗 释放上线在运行 从CPU以及GPU的温度上来看 这套散热理论上还能承受更高热功耗的释放 但这里性能调教的还是比较保守 而在内存方面 两台全能本虽然都是板载LPDDR5内存 但容量与规格上略显不同 i7版本采用了16GB 5200MHz的规格 而i9则升级成了32GB 6000MHz的规格 想要更大内存的小伙伴们 还是得提前选好才行 硬盘方面都采用到长江存储PC411 ETB PCIe 4.0的固态 实测的连续读写速度 可以保持在3000MB每秒以上 最高也是可以跑到5000MB每秒的好成绩 无线网卡统一使用到英特尔的AX211 而在电池方面 受限于整体体积 只塞入了一块58Wh的电池 实际PCMark10综合办公续航测试下来 开启仅用极显输出的模式 可以撑6到7个小时 而开启独显之链之后续航成绩就只有3小时左右了 虽说这两台全能本在GPU跑分上有一些些令我们失望 但实际的游戏表现到底能不能打 还是要来给大家测测看的 这样即便是在出差旅途当中 说不定我们也是可以忙里头先来娱乐一下呢 这两台笔记本搭载全新的正版Windows 11家庭中文版系统 按一下问家机就可以打开游戏工具栏啦 那实时显示帧数与性能占用 大家也是可以来试试看 这次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跑了多款市面上主流的游戏大作 包含了3A以及电竞网游 全部在1080P以及2K条件下采用默认最高画质 个别游戏当中会打开光追功能 并且搭配DLSS平衡档位来进行测试 最终测试下来虽然全程去PU的功耗确实是不高 频率也没有办法跑上去 但毕竟它是一颗4070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哪怕是在近期大火的黑神皇悟空当中 在1080P全部影视及画质 关闭光追的压力下呢 还是可以跑到50多帧的成绩 相信在降低一些画质之后 满足一个流畅游玩没有问题 整体看下来呢 无论是3A大作还是电竞网游 运行的帧数都是比较流畅的 甚至个别游戏当中 想要吃满这块2K165赫兹的电竞瓶都不成问题 当然毕竟呢是一台全能本 想要去和真正满血版的4070游戏本去比较 还是吃力的 除了游戏测试以外 我们也是按照惯例啊 拿着两台全能本 跑了一系列的专业生产力测试 简单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总的来说呢 今天这两台七彩虹原N14 算是他们家的一个新品尝试 可以看到想要做好一台全能本的野心 在金属机身外观设计 以及屏幕素质上都下了一定的功夫 想要抱回家去当一台兼顾游戏 与办公的笔记本去使用 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产品的底层逻辑 确实是会有一点点拧巴 感觉有一点既要又要 但也全部没有能做到很完美 想要长续航降低了整体硬件的功耗 但并没有配备到一块特别大的电池 想要凸显性能搭配了RTX4070的显卡 但在性能释放上 也是仅仅选择了最低的标准 再加上目前i7版本7999元 i9版本9999元的售价 想要真正打动消费者 还是有一些困难 假如能在这套模具的基础上 CPU去选择更加亲民的i5GPU 则选择更加靠谱的4060 甚至是4050 再加上一个更有诚意的定价的话 相信原N14系列 也能够成为更加初衷的好产品 好了 我们本期的七彩虹原N14系列的新品体验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可以给到小伙伴们一些参考 如果觉得我们本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请为我们长一键三连 也可以戳一戳上方的关注订阅 再打开你的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